這把穿雲劍你有看過嗎 它本來是來自於大陸的玩具 它的長度大約是12公分 而它的直徑是一個1.5公分的中空圓筒狀 材質大多都是有黃銅打造 買這個玩具通常在500元以內就可以買到了 但是在台灣警方認定它是改造的槍械 買跟賣的人可能都會有刑責 一個月前大陸發射巨型火箭穿雲劍 外觀和鞭炮發射工具相似 也剛好就是在近幾個月 穿雲劍串紅 在跨境電商平台有不少人在販售 還有教學該怎麼使用 賣的人多買的人更多還留下好評 雖然提醒別對著人或動物使用 但不見得每個人都會乖乖聽話 不小心射到人其實非常危險 穿雲劍本身就是火藥發射裝置 不用改管就能發射構造和鋼筆槍雷同 如今流窜進台灣 刑事局先前宋宴幾乎全數都超過法規定定的20交耳 等於能直接穿入人體皮膚 有殺傷力就違反槍拋彈藥 DOSA管制條例 民眾只要持有就會被罰辦 日前高雄一名援機網購三支援雲劍想要用來射魚 即便他沒有另外裝火藥甚至還沒有開封 仍然違反法規被寄過之外 還調整了服務單位 光是一個月內高雄警方 就查獲了79支的穿雲劍 到底該怎麼管理 除了財政部官務署加強進口查驗 警方也會在網路巡邏 看到平台販售 除了要通知下架 也得要追查作源向誰進口 儘管有人當他是玩具 但射到人後果難以想像 一時後期購買 掃心吃上行責 TV新聞報告 下面的報導